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希望順順地利 就是有的 最近掀起了一場 是年長的人出上個本台 其實我們豐華在意 就在上一屆2019年的時候 就已經起了這個名字了 我們都不知道原來我們都是一個領先者 我應該在這裡是年紀最長的位置 因為我六月就有十三個歲 給你唱歌聲 年齡對我來說是沒有什麼大意思的 每天都要很開心快樂 還有不停要提升自己 不要讓自己停下來 一停下來你就沒有犯了 因為我這次是第二次和Angela合作 我這次是用我自己在電視台前台長 和電影監製的身份來參加這個慈善活動 精神就要像小站姐那樣 不停延續下去不要讓自己停下來 我想出過一本書 叫做最優雅的女人 我今天能夠看到一些很優雅 在我墨下的女性又出現了 我參與這個競選的評審 當堂精神給你 亦是很感謝大戲會給我一個這樣的機會 當年都很多給人輕一點的女士參與 那些地緣就 剛才部長說有一部份來長 都很有活力 他能頂本這些 希望多些姐妹可以參與這個活動 因為無論在家庭或者工作的單位場面 都發揮得非常好 每一位女性我覺得你們就很有活力 很可愛 因為你們笑得還帶著一些天真 開心 從心裏面發出來 難怪你們被選中來這裡參加這個 國際如美人競選 我今天為你們打氣 加油 活潑亮麗 永遠比喻人生 我一直都參與過我的電影 選美 國際運動 既然今次重新啟動這個儀式 我便答應她 從大雅板過來 今次要趕過來 我希望以後 我想將她的精神 延續到中國 我會協辦 或者看看如何將她搞大一點 小弟很榮幸 在之前參加過一屆的魚美人 我也是做詩儀 隔了一個疫情之後 今次機會又來了 大家剛才一邊說一邊說 覺得很精神 我也是告訴大家 我自從有了精神病 我精神了很多 希望大家繼續發揚大家的美態 還有最重要是心情靚 還有做多些善事 大家的心情就會靚 樣貌又會變好 那麼參加如美人 真的非常開心 有牽親會的支持 我們才能成功成立這個魚美演藝團 所以首先要多謝牽親會的支持 我現在就想招募多些 有興趣唱歌跳舞 甚至是話劇那些 都可以參加我們這個團 還有我希望不久將來 我們這個團可以衝出香港 可以在外地都是響當當的 跟觀眾朋友有潛逐漠 非常交流 請再接受 你以後 要推動 辭允許 跟這個團隊 都可以的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